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中心共128层 632米高是中国第一高楼整体为龙形设计俗称达单器 我在2010年左右就职的公司就有参与上海中心的建设 主要是提供液压解决方案和设备 所以说起来我和上海中心还是有一些冤语 到上海中心 很多人是直接上118层的观光厅 门票是成人180元一人 在做了攻略之后我们决定去52层的广红书店 躲云书院旗舰店 可以在239米高空免费浮览黄土江畔 之所以免费打引号是因为书店是免费进的 只要你提前在微信号上预定好票 但要进它的观光区 你还得买一杯饮料才行 价格基本是30元到50元左右 躲云书院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只要大人预约好票 就可以随便带老人和儿童入场 所以很适合家庭活动 我们四个 往里进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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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电梯是直达的 不到一分钟就到了52层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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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云书院共2200平方米 设计理念为山水 秘境 书店南区是山水 连绵的书架像一个个拱形山洞 书店北区是秘境的 暗黑色调宛如一个个输海迷宫 暗黑色调宿 在这 disc 邀请 男生吗 有多吗 宝贝你就是我的唯一 灰色是不想说 蓝色是犹豫 还是我有时候 我宁愿选择榴莲不放手 鞋印的 这里的东西都卖的不便宜 猜这个多少钱 两百 八百六 我看看 一会儿随便找个书判判家 这哪感兴趣的 我感兴趣 多少钱 八十 八月份正好有三毛漫画展 看好了书店 我们先买好饮料 然后凭收据进入南观光区 窗外的黄浦江和浦溪天际县 发现风景不错 用同一个饮料收据还可以进北观光区 不知道为什么观光区没有设计成一个环形 北观光区因为高度有限 陆家嘴的众多建筑不是被挡住了 就是只看得到腰 感觉上如果和小孩子一起来玩的话 躲晕书店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你要是更想看风景的话 直接上上海中心观光厅可能会更好一些 从躲晕书店下来 在大楼的西背简单吃了中饭之后 我们前去东昌路码头坐百渡回浦溪 百渡一个人两块钱 这比要一百多块的浦江游览船划算多了 之后 明天的曠克一共旅注尽 我们这次在上海的时候 还去了一趟杭州的天竺三寺 由于篇幅的原因 我们会单独做一期影片 介绍给大家 短短的一个星期 返程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浦东机场没有了往年的喧闹 这可能是我在所有机场里 见到了人最少的星巴克吧 上海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